字幕提供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還有幾個都可以 值得大家進一步期待 包括新竹市的兒童探索館 改建過程 在2022年應該會落成 市長都好幾次親臨督導 我們也拭目以待 包括另外一個新竹市的圖書新總管 每個城市都在蓋它的圖書總管 我看了新北市 包括高雄市 台中市 都有不錯的一些建築的規劃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新竹市 更厲害 有個名字主題叫做 知識的峽谷 來聽市長做一些說明 好 從佳哥這個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兩個建築師設計的 一個是日本的建築師 平田晃酒 另一個是台灣也很知名的叫 郭旭遠建築師他的設計 那為什麼叫做知識的峽谷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新竹市是一個風的城市 那我們希望讓風進到這個廊道裡面 所以這一個地方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那我們的圖書館是在這兩側 那互相對應中間這裡都是玻璃 新竹也是產玻璃的地方 所以這個建築是真的非常有心 把我們在地的人文跟自然條件都放進去了 對 那當時我們在爭取這個總圖 我跟佳哥來說明 我當市長的時候 新竹在地的長輸量30萬冊 是全國六都以外倒數的 你很難想像 這樣一個高科技然後高所得 教育水平這麼高的城市 那我上任之後就不斷地增加分管 增加長輸量 現在已經到107萬冊了 但是我們還是需要一個有規模的總圖 不僅放書 而且可以讓人家讀書 閱讀 聊書 而且聊書很重要 對 聊書很重要 我們未來就會在這個空間裡面來聊書 邀請這個作者來說他這一本書 或是書評家來聊 對 非常好 所以這個總圖 現在也已經進入發報的階段 那我也很期待說 發報之後兩年的時間把它完成 讓我們新竹市這些熱愛閱讀的市民朋友 有一個更好的閱讀空間 OK 真的非常拭目以待 你看別人的屋頂 它的屋頂不一樣 充滿了綠色的這些植物景觀在上面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想像力的一個建築 它的裡面的內涵也更值得我們期待 沒有問題 市長 大家知道這個竹科 它年的經濟產值大概在我們國家GDP 一兆 GDP大概5% 對 非常高 OK 好 它的發展當然大家對它都有一些一定程度的理解 可是我從側邊觀察 竹科的發展是有進入某種的瓶頸階段 不是我們的技術陷入瓶頸 是整個發展的腹地空間 對 空間 我也聽過竹科的幾個老闆都有這樣 有些困難 這部分我知道市長因應有推出一個叫 竹科的X計畫 來聽這個計畫 對竹科有什麼樣子的新的一些發展的 指向性的導引 對 我要先說竹科的重要性 其實在2020年我們不僅是國人 我在全世界都看見竹科的重要性 因為竹科的半導體產業是影響全世界的 你看我印象很深刻 我曾經在一個報導上看到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說過一句話 他說台積電是IT供應鏈重要的一環 如果世界不安靜的時候 台積電將成為地緣策略家必爭之地 對 那時候我沒有完全理解這件事 但在去年 不管是中美的貿易戰 或者COVID-19之後 你看美國F35的戰機 它的晶片是台積電做的 美國或德國這些汽車大廠的晶片 是台積電做的 而且它因為要有這個晶片 它要致函經濟部來請求台灣的協助 你看它有多重要 我當市長的時候很多的園區企業 我跟他們在訪談的過程當中 拜訪的過程當中 他們都告訴我 他說林市長 只要有地水電供應穩定 我們都希望繼續跟流台灣跟流新竹 尤其是跟流新竹對他們來說 因為他人力的招募是最方便的 他的聚落已經相當成熟了 產官學各方面 他們跟我談過 他們跟我舉例 他說其實 他們都願意配合國家政策 到中部南部 但是每一次他們都要花很大的心力 去說服他們的同仁 因為他一個工程師到中部或南部 不是他個人 他可能已經成家了 所以牽涉到他的家庭 還有孩子的移動 孩子教育的問題 所以他告訴我說 你只要有地 我們都很願意再投資 可是我那時候就去盤整新竹市 公有的土地 不管中央地方 完全沒有 新竹市附地很小 後來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國營單位 比如說台北 中油 有兩塊閒置的基地 在公道無路 就是說在竹科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交流道下面 那大概是36公頃 所以我透過都市計畫的方式 活化這個基地 但是也透過中央的支持 把中油廢庫 廢庫取得這個土地 那最困難的 這個是幾乎是無中生有 沒有人這麼做過 因為當時我知道說 我找到土地 但是台肥跟中油 它沒有招商的能力 那新竹市政府坦白說 也沒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科技業他們對於跟地方政府的合作 會比較有一點點距離 在我剛當市長的時候 但現在當然不會了 那我就想到 我要藉中央的力 用科技部 來這裡建一個 足科S的一個軟體大樓 由他們來招商 他們最知道誰有這樣的需求 由他們來招商 園區的企業都很放心 因為他們都有緊密的合作關係 但我因為有這三棟軟體大樓 大概180米左右 投入之後 這個聚落就會形成 所以周邊的土地就會活化 而且我現在做一個 最不一樣的一個 這個足科S的園區是 它的核心地方 有我們的藝文高地 裡面有展演中心 裡面有兒童探索館 裡面還有文創館 那文創館我們剛招商 這個台灣在地非常知名的上飲水產 將會在這裡投資 所以未來這裡足科S 不像其他園區 你下了班 它園區就是一個工業區的概念 下了班就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商業行為 什麼都沒有 但未來足科S是什麼都有 你下了班 你可以去買東西 你可以去吃飯 你甚至於可以帶著孩子來這裡看 國際級的演出 還有兒童探索館 所以也不再只是一個 僅限於所謂科學生產的園區 包括生活的園區都在裡面 對 藝術文化生活的園區 我下面有一個地方 有幾個新聞 我想快速跟大家做一些提報 看到說新竹市長 它如果矽谷有一個鼓掌的話 矽谷的鼓掌在台灣 應該叫做新竹市市長 它的整個城市治理 跟我們國家的科技發展 非常密切的聯動 因為去年沒有颱風 雨水缺乏了 特別是在桃竹苗地區 都有嚴重的水荒的現象 看這個新竹地區非常仰賴 像永和山水庫 續航只到了9.8 好 在這樣的艱困的條件之下 我們看市長他的說明 他每天也努力 召開相關的工作 去做一些抗旱的演練 他也希望跟大家承諾說 政府會用盡方法來找水 那企業也一起努力來節水 民眾也努力來省省水 我想山館齊下 我們一定可以度過這個難關 另外一個小新聞 我也覺得讓我感到非常的感動 新竹市的太陽能光電 將增22處 年發電量到600萬度 不簡單 不要以為太陽能 就是中南部的事情 在新竹也在大力推動 新世代的能源的建制 對我們國家的產業競爭能力 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助力 設置40處 年減碳量4988公噸 我想直接做為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 搜尋相關的新聞 回到比較相關的政治議題的層面 知道市長接受專訪 各路政治人物都有不同的期待 藍的綠的 還能偷偷叫我問市長什麼問題 我過濾一下 去年公信率非常高的 天下雜誌的縣市首長 市政分數的排行榜 新竹市林志堅排名第四 第一名潘崩安 第二名是侯友宜 第三名是鄭文燦 76.6 跟前幾名差距都沒有很大 真的是不簡單的一個成績 這麼高的市政滿意度 我們來看一下 城市的競爭力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調查 競爭力的總排名 新竹市跨越台北障礙 過去英文都是台北市第一名 所有政經的最好的資源 都鎖定在台北市的 新竹市憑什麼超越台北市的 2019年新竹市排名第二 2022年排名第一 這個看起來多一個名次的進步 背後應該有很多的努力才對 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相關的調查 我們在市長的臉書裡面看到說 熟悉的新竹繼續努力的改變 這市長3月14日 他臉書跟大家分享一個 他週期的所謂市政調查 市政滿意度的調查 和大家分享今年3月的民調數據 市民對於市府團隊的市政滿意度 高達71.9% 對於我個人滿意度高達75.2% 我覺得還有一些進步的空間 生活品質滿意度也超過83% 最令我感動的是市民的光榮感 以身為新竹人為榮的指數 是我們達到新高有87.2% 在臉書裡面你也提到說 市民也更加的自信交友的說 我來自新竹 我在新竹工作 我更喜歡在新竹生活 所以在新竹落地生根 新竹變成他們最後永遠的故鄉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進程 你也提到說對小朋友的關懷 對整個新竹的天際線 你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你也說這些市民的支持 是你的強心針 市長也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努力繼續對就更好 我們會繼續努力 讓改變成這座城市的定律 讓這座城市成為大家圓夢的基地 未來的新竹更值得生活與期待 那這個這麼棒的這個 你心裡面有沒有什麼樣的施政哲學 當初新聞做一個調查 調查桃園市長鄭文燦 鄭文燦的施政滿意度也非常的高 順便跟林市長做個報告 現在桃園市長鄭文燦施政滿意度 非常滿意加上還算滿意加起來 已經快八成了 其實九點多快八成了 那這個高滿意度記者去問了鄭文燦 鄭文燦說他奉行的是市民主義 我們當初討論民調的時候 我還跟文燦市長辦公室的主任 楊家良討論一下 我說鄭文燦的市民主義 會不會在幾年後變成 中華民國的國民主義 那市民主義是說好工作 好生活好就業好創業 聽聽林市長 你的經營管理這座城市 心中懷抱的基本的價值觀 跟指導原則是什麼 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進步和改變 進步和改變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 這個改變 我希望改變是新竹這座城市的定律 我經常告訴我的同仁 今天我們要做一件事 那我們一定要創新 因為新竹市民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樣 我們所得很高 學歷很高 三高一低 出生率高等等 那他們自己本身就多數受高等教育 再者他們視野很寬廣 他們可能在求學過程當中 都在國外念書 也甚至於都在國外工作 所以他們有世界觀 但他們回到這個城市來服務 或者是成家立業在這個城市 他當然會有很多的期待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常常給我同仁一個課題 我說我們的目標 不是要跟鄰近縣市來比較 我們的目標 唯一目標是台北市 就是我要做的公共建設 我要謹力的向台北來學習 我要讓新竹市民能夠享有 像台北市一樣便利而高品質的 一個公共建設 這是我剛當市長的時候 就定了目標 不跟新竹縣比 不跟討厭市比 我要跟首都台北比 我當時我印象很深刻 同仁就是一頭霧水 然後也覺得有點為難 因為我們的財政預算真的很有限 但是我想後來我們也驗證了我們可以 所以你看剛剛佳哥 有特別提到一個媒體的報導 我們第一次超越台北障礙 成為全台灣最有競爭力的城市 事實如此 那新竹市這個城市是一個國際級的城市 它是一個小而偉大的城市 我們在國際上是有發聲的一個城市 有一個發聲量能的城市 另外剛剛佳哥有特別提到說 文燦所提的市民主義 其實我相信現在幾個在民調上 成績較為比較在前段班的 每一位首長大概都是一樣 應該都奉行同樣的這個概念 我常常告訴我的同仁 我說作為一個政治工作者 我們首先要做的事 不是我自己想做的事 而是市民所期待的事 所以我剛剛當市長的時候 我整理公園 我做路頻 我把整個城市的環境 天氣線做改善 對公園設施的普遍設立等等 這個其實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工作 但是是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 而且期待的 但是它很繁瑣 而且你要不斷不斷地要求同仁 於是借間的 所以績取得能夠 解決的 每一兩位共同多一位 無論如何 川普遍 學生的 在一天